14系列一发布就被大家吐槽不值得价格贵 最近一段时间也一跌再跌 直接来到了5000价位 13Pro Max更是大幅度调价 现在跌至4000出头就能拿下了 像我们的货都是直接到档口老板家里面挑一手的 不仅价格有优势 好货也能优先拿到 超商的伪货基本上就留到了非常贵台 让个人背包客消化了 刚好今天有位粉丝的订单 一直在犹豫13Pro Max还是14Pro Max 最后还是要了一台4299的13Pro Max 13Pro Max可以说是这几年最值得入手的iPhone了 A15满血处理器和A16几乎没有区别 后置1200万三摄像头 成像效果到今天仍然是第一梯队的水平 重要的是120Hz自适应高刷真的非常流畅 加上4360毫安时的大电池 13Pro Max续航真的久到离谱 安卓旗舰里没有一个能比的 总的来说13Pro Max这个机器在4000价位里面 性价比真的没有对手了 还能把它抽到